知名主持人朱丹 又双若着口误叫错名字了 近日在某个直播节目中 看到一位女生和他男友有感而发 朱丹输出他的爱情观 说奉圈看直播的朋友 尤其是女生 很少男生受得了 不要妄想你们生活中会遇到一个被你拿捏 听你天天输出价值观的男人 他转头向这位女生继续说 然而一开口把人的名字叫错成天书 人家的名字叫月星 被叫错名字的女生瞳孔避震 朱丹继续叫错名字 喊成书星 李丹调侃一下就一下场 纠正了朱丹 到了给嘉宾投票环节 朱丹怕自己又叫错名 现场观众给朱丹支招 叫号 用号码代替人民 朱丹心领神会喊数字 不会出错 这下成了数字小姐 作为主持人 连名字都会叫错 网友就不客气调侃 也有许多网友严肃的提出 朱丹业务能力不行 叫错名字既不尊重人 也不尊重主持这个职业 而这几天 朱丹的老搭档戴军也不好过 作为资深主持人的他也被骂了 戴军给英特一班奖时 五个成员上台 忽略了成员周克宇的发言 打断发言 不少粉丝跑到戴军微博底下打抱不平 之后 吓得戴军专门发了两条微博道歉 说自己该退休了 周克宇本人也发博 暗示某些粉丝不理智 粉丝行为某项乃单 反向戴军和李思雨道歉 主持人是一门需要非常严谨的职业 戴军一次犯错都如此害怕 怕被粉丝丝 而朱丹已经好几次念错了明星的名字 从2019年年末某时尚点之后 朱丹就走不出念错名的低级错误 朱丹的骚奥瑞已经被完成梗 被梦成抖音BGM 回看当时的场面 真是主持节的一场灾难 对那扎开口来一句 迪丽热妈 一句话把三个女明星逗成表情包 意识到错了之后 连忙说了句不标准的sorry sorry 除了嘴瓢 朱丹的应急能力也得打上大大的问号 为了补锅把那扎叫错 对热八说 那扎你来吗 除了最出名的騷奥瑞 迪丽热妈 那天晚上朱丹还把张丽娜念成周丽娜 林允交成林允儿 周比畅喊成丑比畅 全民玩梗一定程度消解了朱丹职业生涯 最噩梦一晚的尴尬 然而朱丹之后屡屡口误 让大家疑惑 他是自以为很有趣 还是职业素养已经这么糟糕了 在骚奥瑞时尚盛典过了几天 2019年12月某个颁奖典礼上 朱丹把陈立农的名字叫错成赵立农 而且全程都没改正 陈立农出于礼貌 没有指出朱丹的错误 尴尬配合朱丹 值得一提的是 陈立农的名字还打在了后面的大屏幕上 这都能念错 事后朱丹发微博向陈立农道歉 陈立农当然只能回复到 没事的朱丹姐 我是新人 继续努力 辛苦了 2020年1月某档节目 有网友曝光节目录制现场视频 朱丹又不小心把马思纯的名字叫错了 之后 朱丹经纪人否认炒作 说喊错马思纯失踪意效果 2021年1月9日 朱丹和富首尔直播 对于口误事件 他感谢富首尔总鼓励他 富首尔安慰他这也不是大事 然后朱丹自我鼓励说 天下我最棒 没想到这句天下我最棒引发群潮 网友齐刷刷刷弹幕讽刺 还冲上了热搜 接着 朱丹工作室发了律师函 对于个别营销号阶级发挥 断章取义 恶意解读 例如朱丹遭到封杀 朱丹借口误炒作等 工作室已经委托律师依法取证 保留追溯权利 朱丹接连口误 他自己内心也是很痛苦 选择逃避网上的评价 并不像部分人认为的不以为然 他说不敢看那个骚奥瑞的视频 觉得很丢脸 直到把陈立萌的名字叫错后 他更加害怕了 把社交平台拿给团队管理 自己不敢面对网络 口误事件发生后 看过心理医生 和女儿一起痛哭 在八年前 朱丹也犯过一个次不小的错误 2013年的中国最强音 朱丹在口播环节 把短信互动号码 念成老东家浙江卫视的号码 朱丹这个小错误导致了大损失 传过损失达上千万 也有一种说法是几十万起步 无论多少 要是没有那次嘴瓢 这完全可以避免的 但这个节目是录播的 所以不止朱丹念错号码的负责 后期审片等都要承担一定的责任 当时网上对这件事热议不断 朱丹没有正面回应 但发了一条这样的微博 不像在反思错误 而是在驳斥外界说 他是老东家的卧底 和说他在联合节目炒作的传闻 曾经的朱丹可是浙江台一姐 靠着主持能力给大众留下印象 现在的朱丹 和那个在我爱记歌词里大放异彩 提名过华鼎奖综艺节目 最佳表现女主持人的朱丹对比 业务能力滑退 还爱输出自己独特的爱情观 一开始念错名字 被娱乐化 大家可能还觉得好笑 丹梗出现了三次就没新意 只剩尬 叶金鱼情荒于稀 希望朱丹好好调整好心态 多恋恋临场发挥 下次上热搜 不要再因为业务能力差了